中国新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试车成功 这款发动机有何特殊之处 它将执行怎样的任务 3月10号下午3点左右 北京云港传来巨大轰鸣 这是中国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在今年首次进行试车 在启动运行520秒后 发动机顺利完成测试并正常关机 意味着今年首次试车的圆满成功 它将在今年助力孟天实验舱升空 不少网友直呼大力出奇迹呀 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举悉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用于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新一级 是目前中国已投入型号应用的性能最先进的低温液体火箭发动机 据媒体报道 中国今年将依次发射天舟4号、沈舟14号、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 以及天舟5号和沈舟15号六个航天器 全面完成空间站建设 其中还包括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的发射 由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执行 据了解 此次北京云港发动机试车任务 是成功进行的第二次长城试车 将进一步保证了我国大推力火箭发动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同时在未来就能够更从容地执行相应的火箭任务 和普通发动机相比 轻氧发动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此次测试的这款轻氧发动机 是为新一代长征5号火箭所准备的 这款火箭大家都不陌生 长征5号从2019年底发射成功 成功发射以来 担任了中国碳月碳火星与空间站建设的计划 长征5号运载火箭发动机的一二级星 采用了液氢液氧燃料 而助推器采用液氧没有燃料 这两种燃料模式都是中国航天的初次尝试 在能更加清洁同时 也极大提升了火箭发动机的效率 从而使长征5号获得前所未有的推进力 而长征5号之所以能比此前的火箭更先进 关键就在于其轻氧发动机 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轻氧发动机的比充高 轻氧的热值非常高 不同的是轻的分子量又很小 所以直接导致了它的轻氧的比充 是目前现役火箭发动机里面最高的 就拿美国洛克达因公司设计制造的F1火箭发动机来说 它是一款没有液氧发动机 用于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第一级 曾服务于阿波罗登月计划 但它的比充只有263秒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没有液氧发动机 距离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什么可比性 那就和大家常提到的甲烷发动机相比 其比充也就在330秒左右 而这个轻氧发动机的比充 却可以达到450秒以上 如果有居民朋友的话 就知道比充高有多重要了 比充越高也就代表着 在相同的速度变化量下 轻氧发动机需要携带的燃料会更少 相对应的星级会更强 就能减少发动机本身对动力的消耗 说白点就是有利于火箭减重 其次 轻氧发动机的可利用率高 了解化学的人应该知道 氢气是相对分子质量最小的物质 还原性较强 是最早一批工程化处理的电池燃料 和氧气反应之后 就只剩下水和电了 产物也会相对比较简单 而这些正好可以提供给航天器使用 实现废物利用 像国外的SpaceX公司使用的 列英九号星一级液体火箭发动机 目前可以做到重复时依次发射与回收 最后 氢氧发动机的燃料不含碳元素 这样可以保证其产物只有水 更方便重复利用 尤其像氢气这样极易燃烧的气体 如果再与碳反应的话 会造成意外情况的发生 从而增加运载火箭发射的风险 除此之外 常规发动机产物比较复杂的话 燃烧不充分的情况下 其产生的固体小颗粒 可能会堵塞发动机管线 严重的话 极可能导致发动机无法复用 毕竟火箭发动机的造价可不便宜 相对常规发动机 氢氧发动机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氢氧发动机的优势很多 但是在制造它的时候 也是一路坎坷 我们前面说到了 氢气的沸点燃点 以及分子质量都是比较特别的 在低温情况下 它才相对稳定些 所以对燃料罐的材料选取 以及氢分子本身的储存情况等因素 对于中国科研团队是层层考验 不过 从氢氧发动机第二次试车 也圆满成功的情况下 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科研团队顶住了压力 克服了困难 再一次证明了氢氧发动机的可靠性 此外 氢氧发动机使用的还是 首个直径2.5米的重型喷管 所以喷管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 其实氢氧发动机喷管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将火箭推进际燃料产生的 高温高压气体的热能 转化为动能 从而让火箭获得巨大的推力 虽然它看起来像个喇叭一样 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零件 据航天专家分析 一个优秀的喷管 必须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 耐高温 喷管要能承受住 氢氧发动机近3000摄氏度的 超高温气体 热流密度与太阳表面接近 第二 耐高压 发动机喷出的气体速度非常快 喷管要承受数位于大气压的高压 喷管必须接紧实实 否则万一喷管开烈 后果非常严重 第三 超轻薄 为了火箭的整体质量和载荷考虑 喷管越轻越薄才好 所以喷管在技术上 也是面临着巨大考验 比如大尺寸部件扩散 千焊工艺结构设计技术 工装高低温装配 以及大尺寸部件千焊变形控制 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在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团队的带领下 实现了扩散千焊技术 从设备到工艺的全系统研究和应用 并且出色地完成了重型发动机 再生冷却喷管的上下段 扩散千焊 实现了直径2.5米的再生冷却喷管的成功扩散千焊制造 而该喷管的成功研制 也为中国大直径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孟天实验舱 除了用来实验之外 同时还可以为航天出差提供住宿 不仅装备了足够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设备等物件外 还配置了三个床位以及一个卫生间 从这个信息中基本上可以确定 在接下来的航天任务中 中国的出差三人组已经选定 而且除了还在太空的三名航天员外 中国将可能组织第三批航天员 主要承担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 所以第三批航天员应该会在物理 生物等深厚科学背景的学者中选择 同样进行各类的相关训练 然后作为航天员进驻太空工作 按照计划 中国空间站将于2022年建成 而且可能在不久后 成为全球唯一的空间站 实际上目前美国参与的国际空间站 已经快到寿命中期 经过几次延迟退役的国际空间站 目前状态并不好 很可能将在未来五年内退役 但美国目前还没有发射新空间站的计划 此外 国际空间站另一个重要参与国 俄罗斯也宣布 将在2025年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 太空中很可能就只有中国空间站在运行了 而美国将会面临无空间站可用的窘境 当然美国也怨不了别人 连美国网友都知道 美国自己先禁止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的 而且美国在2011年通过的沃尔夫条款就已经规定 美国航天部门禁止与中国航天部门有合作往来 也就是说 美国法律本身就禁止自己参与中国的航天项目 原本美国人想限制中国航天的发展 但没想到却给自己上了一道紧箍咒